接下来来看到就是 谁说自驾游是年轻人的专利呢 来自中国武汉年过六旬 而且不懂英文的一对老夫妻呢 他们就靠着唯一会说的英文单字 NO完成了19天 长达7800公里的美国自驾游 而一路上还遇到不少热心的美国人 深入了解这个活在车轮上的国家 回忆起从洛杉矶到黄石公园 整个旅途当中看到国家公园的美景 两位老人家呢是既惊奇又兴奋 为了节省旅游的开支 老夫妇呢还特别带了大米泡菜 以及这个厨具等等 有时后找不到旅店的话呢 就直接睡在车上 19天下来花费不到3000美元 未来呢他们还将计划走遍更多的地方